这是猎人和厨子最满意的一期, 他们即将在森林中上演最豪华的美食阵容, 让我们一起看看, 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, 让你们如此豪放? 老司机带着他们来到森林深处, 而前面的这片森林就是他们的目标, 接下来他们要自立更生在这里生活一周, 首先他们要找到合适的营地, 猎人根据经验开始王山中进发, 毕竟厨子带路并不靠谱, 而就在他们出发后不久, 就在森林一脚发现了野猪的痕迹, 小许称赞道:"这次终于可以吃上野猪肉了", 而麦特则说:"快别吹牛了, 上期视频你也说抓野猪, 最后还不是靠着吃虾度过的, 就在他们继续走了几公里后, 终于听到了水流的声音, 有了水源, 就意味着有了食物, 他们决定就在附近扎营, 小许负责搭建营地, 而厨师麦特准备和小河中的螃蟹好好较量一番, 还别说, 这条小河中的螃蟹还真不少, 不一会就抓了五六只, 而在空余时间他还去采了回箱, 可以说是收获不少, 等麦特回到营地, 小许的工作也完成的差不多了, 麦特觉得可以熬一碗螃蟹汤, 他将螃蟹装进帽子里, 递给小许让他先行保管, 而无聊的小许和螃蟹快乐地做起了游戏, 但是好景不长, 看到这里, 估计螃蟹想说, 这就叫多行不易必自闭, 麦克将螃蟹倒进锅里碾碎, 然后放入大茴香进行煮制, 现在麦特的最大心愿, 就是希望这碗汤可以让小许忘记他的伤, 很快汤熬好了, 要说真不愧是顶级厨师, 这料理做的色香味俱全, 而喝了汤的麦特也笑出了声, 就这样, 他们度过了第一天, 第二天一早, 小许便背上了弓箭, 寻找他那梦寐以求的野猪了, 根据森林中的痕迹来判断, 野猪应该就在附近, 然而就在小许继续没走多远时, 他看上了一只野鸟, 熟悉的拉弓, 发射, 没中, 再拉弓, 没中, 最后小许只能回到营地, 麦特看到乔许空手而归, 有点看不下去了, 他让乔许教他弹弓, 这样他就能出门打猎了, 乔许也答应了, 还别说, 这厨子真有两把刷子, 刚走不远, 他就看到了树顶的一只野鸟, 一发成功打中, 但是由于树底的草丛过于茂密, 只能放弃寻找, 而深入丛林的乔许还有别的计划, 他准备在野猪的必经之路上设下陷阱, 这样他就能轻松抓到猎物了, 在这个方便, 小许可是专家, 他做了一个脚索, 这样在野猪反抗的时候就会越来越紧, 而在森林中游荡的麦特发挥了他的本能, 他采到了棕榈叶的果实, 各种果实和蔬菜, 回到营地, 他便开始料理了起来, 这些淀粉可以让他们补充必要的碳水化合物, 等到夜晚, 小许也回来了, 他空手而归, 看来他们今晚只能吃素的了, 但是不料, 食物没有处理干净, 卡波提夜里的毒素, 坏了今天唯一的一顿餐点, 今天他们只能饿着了。 第三天一早, 麦特已经饿得动不了了, 小许开始烹饪早餐, 他找来野果, 堵出了今天的早茶, 虽然样子看着不怎么样, 但是味道非常不错, 吃完早茶, 小许就往森林进发, 查看陷阱, 然而并没有猎物, 而就在他准备回到营地的时候, 他发现了一只蜥蜴, 直截了当的一刀, 他在第三天成功捕捉到了第一只猎物, 而有了食材的厨师, 也开始了烹饪, 他将剩余的螃蟹做成汤, 然后再把蜥蜴进行烧烤, 就这样, 他们吃到了第一顿肉, 但是蜥蜴肉实在太少, 实在很难吃饱, 很快时间来到了第四天, 陷阱里依然没有猎物, 被饿到实在受不了的小许决定做个捕龙来抓野猪, 他砍倒小树, 将它们全部编织到一起, 具体就是这个样子, 长八尺, 当野猪进来吃幼儿触动机关后就被关在里面了, 他们拿来珍贵的河蟹与野果充当幼儿, 希望这招真的能有用, 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。 最终时间来到了第五天, 两人到现在只吃了一碗和蟹汤和一只蜥蜴, 受不了饥饿的他们开始查看捕猪龙, 但是里面并没有猎物, 看来这招还是不行。 很快时间来到了第六天, 今天他们把宝全部压在了捕猪龙身上, 这次幸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, 捕猪龙里有一只野猪, 他们的计划成功了, 他们获得了食物, 但是想要取到肉, 还需先将它送上天, 这可是个棘手的问题。 小许成功了, 他们获得了肉, 有了食物的厨师, 马上着手做起了美食, 他将建了一个烟熏架, 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些肉保存下来。 接着他切了一些坚韧的猪煎肉, 准备做一些炖肉, 最后加上葡萄调味, 这一道美食做的简直完美。 还没完, 麦特取来香料, 将它碾碎, 涂抹在猪排上, 最后放入烟熏架上, 最后再经过九小时后, 他们迎来了大餐, 这一顿无疑是最美味的一顿, 比起餐厅里的美食也毫不逊色。 下一期他们即将前往马来西亚热带岛屿, 求得生存, 喜欢的大佬别忘记关注哟。